好 现在现场关心财经话题 外销出口呈现连续6个月衰退 财政部今天公布了7月份的海关出口统计 结果显示比去年下滑了11.9% 也是金融海啸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财政部也躺颜 可能得要等到9月或10月 才有机会看到出口恢复正成长 经济惨兮兮 外销持续大衰退 财政部公布最新7月出口统计 金额235.5亿美元 虽然比6月小幅成长 但还是年减11.9% 连续6个月衰退 这是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表现最惨的一次 连欧债危机时的同期出口表现 都没有今年疲弱 第一个是全球景气成长布料放房 再加上强势美元拉低的部分 地区的这个购买力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原油跟钢品等 农工原料价格在低档摆档 那我国的特殊因素是 因为在7月的时候 我国的石化生产设备顺修减产 所以拉低了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规模 累计今年前7月出口 比去年同期下滑7.8% 主要原因除了全球经济不景气 大陆红色供应链也持续造成 我方出口压力 财政部预估出口颓势 最快可能也要等到9月才有机会出现一线生机 我是说最快9月 因为8月是不太可能最快9月 有可能会到10月来 我们唯一的支柱是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要维持以前的这个水准 甚至回到以前的水准 就是说它的库存调整的数 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可能就会影响说 我们整个的出口 是不是能够回到 真正这样的一个时点 出口连两个月双位数衰退 对比财政部长张胜和之前的期许 下半年应该会好转 下半年一般来讲是旺季 第三季旺季到底能不能带来好消息 市场持续担忧 UDN TV陈一话叶家华台北报道